講一講這件事就講一下 這個就是我自己說的那些散戶 大多數是在散戶 這個不是我說的 是一些文章說的 就說澳洲最近因為股市太熱了 現在應該好像衝上疫情之前的高位 大概九成左右 差不多九成 基本上等於是沒有跌過了 然後就說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我們太多散戶 接著說那些散戶喜歡買什麼股票 散戶你知道是什麼心態嗎? 就是街邊的老婆心態 就是追獎 不是 是撿便宜的東西 以前7元8元 現在3元算划算 接著叫Maiya 划算你老婆 其實散戶為什麼我說有耳機呢? 就是看不到其實這個病毒這個市場 它不跟2008年金融海嘯 金融海嘯是可以海嘯過後回到原先的市場 但是現在這個病毒呢 很有可能是你捱不到它回以前的世界 你就拜拜 就是剛才說的Quantus Maiya 各種各樣 古靈精怪一些 受那些直接衝擊 另外一家公司又很出名 就是說散戶買得多叫Webjack 就是專門買賣的Ap Afterpay呢 就是真的值得炒的 為什麼我說這些是什麼? 因為它是一個權力的主義 以前就是這種類型的生意賺錢 但是未來就主要是另外一種生意賺錢 因為這個病毒改變了人的生活方式 改變了人的購買的方式 當然Afterpay已經有很多商戶買了 但是買Afterpay這一早到今時今日 都是賺錢賺到仆街的 無論如何都要賺錢 它是爽的 Afterpay好像之前說的 騰訊是數量不足的 但是騰訊買的時候 就是便宜的 20多30元左右 是啊 差不多30多元 所以它買的時候都值得 但是你知道 好像李法新聞之前 說Afterpay 投行那些給了目的價格 已經是60、70元了 爽了 它最高只是66元而已 現在現在已經在推薦73元了 很多人說價值應該值30多元而已 33元 其實33元是你預期未來會有4000多萬的融合 他講的價錢 只值這麼多錢 一股就值30多元 一個就是一股值40多元 最貴的就是一股值60多元 60多元 是的 但是坦白說他值多少錢呢 沒人知道 因為現在他仍然是一個叫什麼 就像人類進化 有一個猴子進化 他還未進化完畢 你不知道他到時候可能進化再失敗 這個就是我之前說的 你這些所謂的 中國叫做獨角獸的企業 你看起來 你很高興 你看我做個比試模特兒 多高興 你只要按照我達到我的目標之後 我們就可以拿走這些市場 我的財務回報就會變成怎樣怎樣怎樣 所以他是建立的 就是在他的假設 在不變的情況下 你才可以實現得到 但是就好像我之前說了 這個市場其實是動態 你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可能市場本身就在變化 你的銷售端 就是你的銷售端 那裡會變化 你的兩頭可能會出現變化 另外就是你的競爭對手 他的策略可能會出現變化 所以這些東西其實是 你的理想是這樣 好像之前京東那樣 說了十九幾年了 現在最近可以賺一點點錢了 沒有蝕得那麼厲害 或者有錢賺 但是他真的笑了很多次 而且他也是上市公司 所以好像Afterpay這種 命好的話就會變成買的金服 或者直接跳動這些企業 命不好的話 之前那樣就叫V-Walk 或者Uber 本質上的不同 跟你剛才說的這些獨角色公司 除了說成功那些 就是你說那些多數都是說我找個平台出來 我現在不賺錢 但是多些用戶使用我的平台 就令到我搶佔市場持有率 但是這個Afterpay 它只是說你買東西買單 我幫你買單 但是你還錢給我 它本質上是一個金融公司 就是它那個用戶 每一個用戶 只有兩種可能 三種可能 就是說我準時還錢給你 然後你就沒有得賺我的錢 我就是賺你那幾個月的利息 我準時還錢給你 第二個就是說 我不準時還錢給你 你收我很貴的利息 那我就要把利息給你 給你錢給你賺 第三種可能就是我破產失去了 我沒有錢還給你 就是這三種可能 你這個用戶 但是不存在 好像中國的那些踩單車也好 什麼那些 說我扔了它就好 但是你在我身上賺不到錢 不存在這個可能 所以我就說 其實因為我發現 大家其實更加關心它的股價 多於關心它的整個商業模式 那我其實是差過的 但是大概我覺得 包括利根先生這樣說 它有點像阿里巴巴的信用支付的那種功能 就是說我可以借錢給你 你去買東西 你可以做分期付款 然後如果你按時還的話 你一元也不用花我錢 那我就在想 那它的收入的那些錢 它就要找它的商戶去拿手續費 我看到它好像是 你每一宗交易的話 它好像是會向商戶 是會收一筆手續費的 但是如果是這樣的商業模式 為什麼它可以 好像李安斯說 它比你們公司還值錢 就是信用卡而已 它不止信用卡 信用卡做分期要付錢的 信用卡做分期的 你如果是兩個 它有一個還款期的 55天 44天 它都一樣 最多50天免會還款期 但是李安斯說 他可以做分期付的 那它只是將這個延長而已 它都是 它計算那條數的 信用卡都是一樣的 就是計算你23種紀律 準時還 接著第二種是還不到 賠地錢 第三種是破產 它只是將這個數延長而已 所以我就說 如果它是 Anyway 就算它是怎麼做它的生意也好 這個不要緊 就是說 如果你的一盤生意 你的那個商業戶成何 是不明顯的話 就是不夠深的話 其實我跟你用一樣的商業模式的話 如果我的資本夠鴻厚的話 其實我可以打沉你的 或者我的渠道能力比你更加強的話 我是可以打沉你的 可以啊 所以我沒有再說 早兩個星期沒有再說 我在商場繞了一圈 我看到這麼多商店 貼了SIPPay的東西 買一手SIPPay 知道嗎 這是不是渠道嗎 是啊 就是它的渠道的那個佈局能力 如果它是強於你的的話 其實你是 你沒得抽 因為我相信 那些冷在計算模型 大家都差不多 你就看 MediBand 和Bupa 保險的價格 大同小可 其實你無非去到最後 你就是 你整個服務流程的那個能力 和你拓展渠道的能力 第三就是 AfterPay已經贏了 是嗎 AfterPay 它又引了一些新的股票出來 大家欠貨頭買又 那就是說它引了多少股票 都爭著買 就是大家送錢給它花 大家爭著 拿我的錢 快拿錢去花 拿錢去花 拿錢去花 然後它就托它的渠道 對 金融資本已經贏了 沒有人夠它多錢的 其他所有Pay加起來都不夠 可能都不夠它一半這麼多 很厲害 因為你這種通過在線的服務 一般只有一個贏家 沒有第二個贏家 你很難 沒關係 做不到贏家 有時候被人收購 都是很幸福的 人家都要益價收購你 假設有一天 是被AfterPay收購 C Pay的收購價 一定是高於它現在在交易的股價 至起碼10%到20%的益價 對 相當於說 你有我沒有的渠道 接著我一次過把你的渠道收起來 我通過收購你 我把你的渠道都收購了 到最後是值錢的 可能不是他的選擇 不是他的人 而是他的渠道 我們想到一次過把你的渠道打包搞定 不過現在都是這樣玩的 你如果在中國的話 過去十幾年大家都都是這樣 不過中國那些就沒有底線 中國那些真的是社會主義 請你打車 請你喝奶茶 請你喝咖啡 你也可以說這些什麼Pay 都是請幾個月不用還利息的 還有支付寶那些 整天你跟支付寶賣單 可以享受多少折扣 請你吃外賣 很厲害 應該是沒有這樣的誠意 不夠主義的誠意 D.D.D.很興奮的 我折你一張這樣的單 他收走我 是30% 40% 我忘記了 他就by order收你的錢 但你說這個又不一樣 因為D.D.這個司機沒有了D.D. 他不是的士司機 他沒有牌 他只能夠駕駛私家車回自己家 你的司機真的要靠他賺錢 雙鋪呢 就算我沒有After Play 沒有Zip Play 我都依然是有Visa Master 那些依然是存在的 所以這個就是我剛才跟你說的 就是第一個就是你的雙務色互乘客 那就是說 和你在一個圍道競爭的對手 他有辦法搞定你 那剛才也說了 如果你在資本上面 你是佔有壓倒性的優勢 你在服務上面有優勢的話 沒有人夠你抽在這個圍道底下 但是很不幸 他在他日常的使用場景下 但是其實他不止是After Pay 那還有好像你剛才說的 有不同的Credit Card 那如果 不過你什麼理由可以 突然間我醒你幾個月 不用還錢 那從任何角度來講 我都覺得是吸引過稅用卡的 就好像 主要是稅用卡有一個門檻 要申請 又要給什麼費 我不知道你要給什麼費 但是他好像 他有沒有一個審核呢 比如你申請我申請 和阿朱亞九申請 他得到金額的額度一樣 我不知道他怎麼玩 他最低 我之前看過他最低的消費是一千元 就是你最後一來就馬上醒你一千元 一千元澳市 然後你的信用卡就是一千元 就是你用一千元以來去買東西的話 你可以做一千元以來的分期付 其實這個是很吸引的 就是誒你老美 我首先 比如說我分 我不知道他分多少期 但是你正常來說 就無非是三六十二而已 我分那麼多期 我不需要給額外的利息 我都不需要給額外的手足費 如果是這樣的話很吸引的 但是如果你說 我如果要給服務費 那我就會看利底還是信用卡底 如果這個時候信用卡可能會高七 你說你不正當競爭 你為什麼去做這麼便宜 你的錢也不夠多 你為什麼去做這麼便宜 所以他要托開他的客戶的話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說的話 其實他的成本不低 而且你想一下 我講的如果前提 我大家都想自還錢 而且我用你最高的那個 或者你最不賺錢的那個分期的期數的話 他應該玩不久 因為我剛才拿他和支付寶去做對比 但是其實他和支付寶是沒有可比性的 因為支付寶它其實是一個很強大的戶城 因為你在淘寶上的賣東西 你一定要用支付寶 這個意味就是你每個人 你只要是要用淘寶一天 你就一定會有支付寶 就好像你每一個用微信支付的人 你就一定會和微信支付寶 我不是用淘寶 我不可以用微信支付寶去買東西 不可以用Visa、Masker卡去淘寶買東西 你可以用銀行卡 但是現在又閉完銀行卡嗎 你可以 但是 他要你等於 他要用你的卡綁了去支付寶 來做淘寶去支付 那這個是不正當競爭的 沒有 因為他的說法很簡單 那你用支付寶去買東西的話 你的錢在7天之後 或者你確定要支付之後 這一筆錢才會去到你的商家裡 如果你對你購買的商品 有任何的疑慮或者不滿 在這個時期間 你只要把你的商品 退回到你的商家裡的話 你的商家是拿不到這筆錢的 或者如果你有爭執的話 商家是拿不到這筆錢的 所以 因為你知不知道 十幾二十年前的時候 中國淘寶上面 街上很稀泛 它就是拿這件事 去確保你的信心 就是說 你放心你買了東西 第一一定會發貨 它不發貨 你收不到東西的話 你可以不付錢 第二就是 如果你對收到的東西有問題 你可以退錢 所以變成就是 支付寶其實它是一個安全 你的購買安全會輸 所以你不能說它不再競爭 你也可以用銀行卡 用信用卡給 可以的 但是變成就是 那些錢你一給了 就直接去到你的商戶裡 你的購買就得不到安全的保障 所以就說 它是一個很強大的戶城河 保護著它 而且它不會好像 Afterpay那樣做這麼多的補貼 當然它的補貼 可能在其它地方體現出來 Afterpay沒有補貼的 有補貼的 如果免利息的話 免利息還不是補貼 多少錢 如果你每個人都免利息 沒有人是不免利息的 信用卡又是免利息 另外的sippay poachpay 什麼split 全部都免利息 沒有人是不免利息的 這個世界 所以就說 你不知道它怎麼賺錢 如果你靠利息賺錢的話 信用卡就賺錢 是一模一樣的 信用卡 它說是靠外國人 很多人都是不准虛貸錢的 中國也是 靠十幾二十%利息的信用卡 十八個點 年利率很免利 不過這個世界上 其實賺錢是不重要的 尤其是互聯網企業 你老母 最重要是股價升得上去 那些是假的 你有人相信就行了 男家產 最重要是有人相信 你在京東 你想想 人們相信了多免利息 還有兩個單車牌子 一個叫ofo 一個黃色的單車 還有一個橙色的單車 叫moban 有人相信 我當時在想 你媽媽的單車這麼貴 它賺到錢 真的賺不到錢 所以就收拾了 但是就收拾了人家幾十億 但是我猜 剛才說這些什麼Pay 應該是賺到錢的 因為你剛才說 單車是否還沒上市 他只是第一輪 第二輪是融資 但他還沒上市 AfterPay很久已經上市了 所以我想問一個問題就是 澳洲的上市要求 和美國有什麼不同 是不是就是說 我沒有盈利都可以上市 還是一定要像中國那樣 我要連續盈利了 我不知道幾多年才有上市 我看一下就知道 我看它有Pay Ratio 什麼都沒有顯示 但是我看一個很吸引人的顯示 就說 Shareholder Return 每一年 就是你拿它一年 Return是175% 每1.75% 但是這個 但是這個包不包括 你的股價的上升 帶來的回報 這個只是說股價的上升 它因為沒有Pay Ratio 所以還沒賺到 或者上一年的市場 我現在在找 只是看到過去30天的公佈的東西 不要緊 如果你不是價值投資 它絕對是一個爽的公司 超爽的 這麼短的時間升這麼多 現在 暴發了吧 即是 翻幾倍 對呀 我太保守了 我不膽躺身 你之前不是說 別人恐懼我貪婪的嗎 是啊 這不是我說的 這包非得說的 但是現在是別人貪婪 是啊 那我們就開始恐懼了 我是恐懼